半年前,妈妈跪在地上,求我为妓妹捐一颗肾。半年后,在我结婚前一天晚上,妈妈跪在地上求我,让我把未婚夫让给她疼爱的妓女。我的亲生哥哥打了我一巴掌,宁奇,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她快死了,你不知道吗?没关系,再有两个月,我也会死了,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我举行婚礼的前一夜,妈妈跪在地上求我,琪琪,先别结婚,让陆昂去陪陪芝芝好不好。芝芝有抑郁症,她知道你们要结婚的消息,病更重了,就算妈妈求你了。 我没有答话,紧接着我哥猛地掌乖了我一巴掌,她怒气冲冲,脖子上甚至因为太过生气,而暴露出清津来。 我笑着看着他们,是不是,我的一切只要断芝芝想要,你们都要我牺牲。 我的那颗肾脏,现在连我未来的丈夫都要给她对吗? 妈妈红着眼眶,芝芝年纪还小,她,她不能没有陆昂,妈妈答应你,一旦芝芝病情好转,就让陆昂回来和你结婚好不好。 哥哥捏着我的手腕,宁琪,你不要无理取闹,我们是一家人,芝芝好好活着,难道不好吗? 陆昂敲门进来,她的神色晦暗不明,她身上还穿着明天要结婚的西服。 我看得出她眉间藏着的犹豫,但她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头,宁琪,等我回来。 他们三个人着急忙荒地离开,只留下我一个人,像一个慌乱的小丑,床上还放着明天要穿的绣和服和婚纱。 我看着庄霞里,昨天刚取到的体检报告,心想,没关系,我也快死了,死了所有人就都满意了。 连同我半年前捐掉的肾脏,还有我未来的丈夫,统统都是她的。 妈妈已经替我通知了,所有亲朋好友,明天不必赴约,婚礼取消了。 而陆昂,也通知了南方亲属,婚礼改期。 作为新娘的我,一点做主的权利都没有。 就像是半年前,段芝芝因为尿毒症,需要透析,换肾的时候,全家人都被要求去做配型。 我本来是这个家最不起眼的存在,但在配型结果出来那天, 妈妈和继父段叔叔还有哥哥,破天荒地没有在医院陪着段芝芝, 而是在家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这样对待过,甚至有些受宠若惊。 但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海鲜过敏。 妈妈讨好的开口,琪琪,配型结果出来了。 你和妹妹是相符的,你可以救她。 我盯着桌子上的海鲜,突然抬头看着面前的三个人, 你们还记得我海鲜过敏吗? 哥哥将筷子摔在我脸上,他脸上含着韵怒,应其, 妹妹快要死了,你现在在计较你海鲜过敏的事情。 妈妈哭出声,琪琪,你得救救她,你别忘了, 你从小到大的学费还有生活费,都是你段叔叔出的, 你应该知恩图报。 那天屋外下起了瓢泼大雨,妈妈跪下求我, 哥哥仇视着我,段叔叔也朝我录着渴求的目光。 我笑了笑,妈妈,我捐了这颗肾, 以后可不可以,不再让我把我的东西让给她了。 我妈迟疑了片刻,还是点头如捣蒜,妈妈答应你。 我答应了,他们三个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着外头的大雨,妈妈急忙就要出去。 只知最怕打雷了,没有妈妈她会害怕, 我去医院陪她。 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看着满桌子的海鲜大餐, 我末地想起我爸爸还没有病事的时候, 妈妈爱我,哥哥疼我,全家人都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 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了呢? 好像是二十年前,我爸爸病逝, 妈妈带着我和哥哥改嫁给段叔叔。 他为人亲切和蔼,他的女儿活泼伶俐人人喜爱。 反倒是我因为父亲病逝,生活质量陡然下降而变得沉默寡言, 并不是长辈眼里讨喜的孩子。 有时候旁观着,哥哥妈妈还有段叔叔和段芝芝, 他们才像是一家四口。 我像是最多余的那一个。 我喜欢的东西,但凡是段芝芝喜欢,妈妈都会送给他。 就连我的哥哥,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 更加偏爱那个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 她会轻易地靠在她的肩膀上, 会在放学的时候主动跳上她的自行车后座, 而不顾跟在他们身后局促不安的我。 那时候,段芝芝对我说, 姐姐,你的妈妈和哥哥现在是我的了, 你可真多余。 我发愣似地红了眼眶的时候, 她已经跑到我妈妈面前, 抱着妈妈撒娇, 然后转身朝我摆一个鬼脸。 回想到这里, 我躺在床上的婚纱上, 身体突然猛烈地疼痛, 钻进骨子里的疼痛, 令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夺眶而出。 我蜷缩在我选了很久的婚纱上, 哭得像一条被丢了的小狗。 第二天, 我将东西收拾好, 回到了我和陆昂的小家。 我给陆昂发了消息, 陆昂,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 很快陆昂的消息传了过来, 是她和段芝芝的自拍合照。 她笑得如同当年, 那个刚上大学的矛头小子, 眉目舒展, 神情放松。 我知道, 这是段芝芝发来的。 我又将电话打给了妈妈, 妈妈接了起来, 她只是小声地搪塞我, 陆昂在这里陪着芝芝, 她的状态稳定多了。 好了, 先不说了, 我得去给芝芝送汤了。 我将手机扔在一旁, 然后看着一旁乌叶的小狗。 它跳到我身上来, 嗅着我身上的味道, 然后趴在了我的腿上, 不知道小狗是不是可以闻到。 我身上生病的气息, 她有些垂头丧气。 我摸了摸她的头, 元宝, 妈妈去处理一点事情, 回来接你。 我开车去了医院, 段叔叔和妈妈一脸慈爱的, 守在一旁为段芝芝削苹果, 而我哥还有陆昂, 在段芝芝身边陪她上分打游戏。 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扭开门走了进去。 段芝芝的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她立马掺着陆昂, 然后红了眼眶故作委屈, 姐姐, 你把陆昂哥哥让给我好不好。 陆昂急忙起身扶开了她的手, 琪琪, 我本想一会儿回家的。 段叔叔有些尴尬, 但他还是陪着笑脸, 琪琪, 芝芝的病还没好, 等芝芝病好了, 我们全家人都会去参加你的婚礼。 这时候的段芝芝似乎受了强烈的刺激, 她抱着头用力地大叫。 我哥哥抱着她耐心地哄, 芝芝不怕, 芝芝不怕, 哥哥在这里, 哥哥一直在这里。 妈妈将我推嗓出门, 你来干什么? 你不知道她看见你会受刺激吗? 我直勾勾地看着妈妈的眼睛, 妈, 你还记得我才是你亲生女儿吗? 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迟疑, 然后冷冷地推开我, 宁琪, 你不要不懂事, 你能上大学, 读研究生, 别忘了都是你段叔叔出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要懂得感恩。 我不死心地拉着妈妈的手, 妈妈, 我可以把钱都给段叔叔, 你能不能? 她关上了门, 没再看我一眼。 而我呆呆地说完了我想说的话, 能不能? 不要这样对我呀。 陆昂还是推开门, 走了出来, 她眼底里藏着愧疚, 奇弃, 我和芝芝没什么, 她抑郁症很严重。 我看着从大一到现在, 我爱了七年的男人, 我终于长叔一口气, 陆昂, 严谊那年暑假, 段芝芝非要来我们的城市实习的那段时间, 家里看宠物的监控, 每天都能拍到你们在干什么。 她面色发白, 手指紧紧地攥着我的衣袖, 奇弃, 我和她什么也没做。 我点点头, 是啊, 你们什么都没做, 你们一起玩游戏, 一起刷剧, 一起遛我的狗, 甚至在她吐槽我的时候, 你在沙发睡着她偷亲你的时候, 你没有推开她。 奇弃, 我们已经要结婚了, 陆昂, 我们不会结婚了, 我本来想装傻, 但是好像装傻也掩盖不了一些事实了, 段芝芝的确比我讨喜, 所有人都喜欢她, 我没办法再演下去了, 就像是这些年, 她动不动就会给你发一些可爱卖萌的自拍照, 尽管你从没有回复过, 但是你动心了, 不是吗?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陆昂突然抱着我, 奇弃, 我跟你回家, 我们七年的感情, 七年, 就在这时, 段芝芝的脸出现在窗前, 然后她猛地将头撞在墙上, 发出了剧烈的声音, 她头被磕出了鲜血, 然后猙獰地看着我, 宁奇,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抢? 陆昂迟疑了, 她松开了握着我的手, 目光里有些闪躲, 她开始扭开门进去了, 我知道, 这一刻, 我们七年的感情完了, 妈妈和哥哥的斥责声, 重新出现在我耳朵里, 最乌言会语的脏话, 在最气急的时候, 都可以用来, 谩骂我这个外来的侵入者, 我的哥哥, 直勾勾地将我抵在墙上, 他发狠地看着我, 宁奇, 你可不可以懂点事, 你是个傻成吗? 非要把全家人搞得人养马翻吗? 我对哥哥和妈妈说, 你放心, 陆昂现在是你的支支的了, 陆昂没有追出来, 我失魂落魄地开车回了家, 打包了我所有的行李, 带着我的狗离开了这间, 我们住了七年的家, 说来可笑, 即便是和他一起七年, 这间屋子里属于我的东西, 只不过几个大箱子就可以解决掉, 我要去找徐昂,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厌恶城市, 跑到草原去潇洒了好几年,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草原上放羊, 徐昂, 我开车去投奔你吧, 一直都说, 我想看看草原, 你怎么了宁奇? 没事, 徐昂, 我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 一路飞驰, 徐昂在服务站接我的时候, 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宁奇,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我老老实实地交代, 徐昂, 我可能要死了, 徐昂瞪大了眼睛, 你别开玩笑, 不吉利, 随后, 我紧紧地抱着他, 骨癌, 晚期, 没多久活头了, 徐昂疯了一样地把我往车上推, 我他妈开车送你去医院治疗, 我摇摇头, 哎呀, 我累了, 我想看看草原, 看看你的羊, 我折腾不起了, 我想飘飘亮亮, 没有遗憾地离开, 我将车留在了服务区, 坐上了徐昂的皮卡, 我抱着元宝靠在后座歇息, 陆昂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将手机卡拿出来, 扔到了窗外, 徐昂, 陆昂, 知道吗? 他不配知道, 那你妈妈和哥哥呢? 或许很久之前, 他们就只是别人的妈妈和哥哥了吧, 车停在他的蒙古包前, 恰好到了黎明的时候, 太阳从不远处渐渐升起, 微弱的光亮划破黑暗, 元宝是第一次看见, 这么广袤无垠的草原, 他发了风势地奔跑, 跳跃, 吐着舌头, 浑身散发着喜悦, 我想, 如果我死之后, 小狗留在草原也很好, 这里能让他无忧无虑地奔跑, 徐昂点了一支烟, 烟圈随着风被吹散, 他的眼睛好像有些红, 最终他还是将烟掐灭, 然后踩在脚底下, 使劲踩了好几脚, 靠,靠,靠, 宁奇, 你是不是傻? 我有些无言, 但他还是拉着我进了蒙古包, 然后被对着我哽咽, 宁奇, 陆昂那个孙子答应过我, 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就是他照顾的结果吗? 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袖子, 阿亚, 我们不提他好不好, 和徐昂躺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手一直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他的手掌变得有些粗力, 抹扎着我的手心, 给我最安心的感觉, 我靠在他的肩头, 阿亚, 我是不是很软弱, 我选择躲起来, 我不想看见他们了, 不是的, 宁奇, 你永远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同样你没办法用抗争, 来扭转你妈妈和哥哥的偏心, 还不如逃走, 疼痛再次席卷全身, 我脸色发白, 从包里拿出纸疼药, 元宝趴在一旁, 小声的乌液, 徐昂喂我要的时候, 手掌都在颤抖, 我强扯起一个笑意, 阿亚, 我还有件事情, 要你帮忙, 阿亚, 我妈一直都说, 我花了顾叔叔很多钱, 从小到大上学的钱, 还有大学和读研的生活费, 这些年我攒了不少钱, 这五十万, 你帮我打给他们的账户, 阿亚,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临死前, 偏偏还要麻烦你一场, 我实在过意不去, 那张卡里还有十五万, 就当是我留给你最后的礼物吧, 好不好? 徐昂看着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宁奇, 这些钱, 你还不如留着好好治病, 我摇摇头, 阿亚, 我没有时间了, 他不再多说话, 只是背对着我不停地擦眼泪, 我从身后拥着他, 阿亚, 对不起啊, 真的难为你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不吉利, 我可以自己死远一点的, 宁奇, 你混蛋, 我也有钱, 我有很多羊群, 还有牛群, 我可以为你掏医药费, 我们好好治病, 好不好? 我红着眼睛揉着他的头发, 阿亚,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连直立地站着, 对我来说都是痛苦, 我想漂漂亮亮地死去, 我不想化疗, 不想掉头发, 更不想死在那个有他们的城市, 徐漾不再逼我去看医生, 那天他握着我的体检单, 在草原上坐了很久, 我坐在蒙古包里的时候, 都能听见他放肆地大哭, 他替我将卡里的钱, 打到了顾叔叔的卡上, 我妈难得给他打来电话, 宁奇那孩子是不是还在闹别扭, 他去找你了是吧? 那阿姨就放心了, 你跟他讲一声, 钱我们收到了, 正好可以用来给芝芝看病, 徐漾忍不住嘲讽, 阿姨, 要是宁奇快死了, 你会像守着断芝芝一样, 守着宁奇吗? 我妈的声音激烈并伴随着尖锐, 徐漾, 你告诉宁奇, 让他不要和芝芝斤斤斤计较, 徐漾忍不住枪声, 阿姨, 宁奇的一颗肾, 不够这些年还你们的养育之恩吗? 我妈顿了顿, 没有回话, 她挂掉了电话, 我知道的, 我太了解她, 面对断芝芝的时候, 她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 慈爱疼惜, 面对我的时候, 除了逼迫我早些懂事, 不要和妹妹斤斤计较, 她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别的话, 就连我考上名校的时候, 她都是淡默地看了一眼通知书, 再没有别的表现, 只是因为断芝芝的成绩, 连三本都上不了, 她怕我刺激到断芝芝, 没关系, 我都习惯了, 徐漾开着车带我到处闲逛, 草原上青草离离, 车停下, 我们都在皮卡的后面, 元宝在周围肆意奔跑, 我靠在徐漾的怀里, 阿姨, 我死后, 把我的骨灰撒在这里吧, 来年这一片草原, 一定会更加茂密, 徐漾没有答话,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 再进我嘴里, 好了, 我们不说那些好不好, 徐漾还是哭了, 我问过医生, 如果患者的求生欲望并不强烈, 病情发展就会很快, 你半年前还捐过肾, 你是这几个月才生病的对不对, 我拍了拍她, 阿姨, 我真的没有力气了, 徐漾紧紧地抱着我, 我突然又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阿姨,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 我爸爸病逝, 很多人都欺负我, 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只有你站出来维护我, 护着我, 徐漾不说话只是哽咽, 他的泪滴在我的额头, 我还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以前你护着我, 我死之前还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阿姨, 我的重极险的受益人, 也填了你的名字, 你总要好好生活的, 徐漾崩溃, 宁齐, 你连死后的事情都想到了吗? 我替他擦掉眼泪, 傻瓜, 你不是最爱这片草原吗? 以后你来这里就一定能看到我, 还有我的小狗, 原宝是个很乖很乖的小狗, 就是爱挑食, 不爱吃狗粮, 只爱吃我做的狗饭, 这几天我好好交给你, 原宝跟着你我放心的, 在这里他也会过得很开心, 我看着不远处原宝吐着舌头对我笑, 真好, 以后就在这里吧, 乖孩子, 徐漾紧紧地抱着我, 恳切地求我, 宁齐,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们去治病吧, 我不要你的钱, 我带你去治病, 好不好? 你不在我要那些钱有什么用, 你不在我没办法一个人照顾好你的小狗, 一个将死之人, 何必将金钱浪费在自己身上呢? 我看着徐漾, 郑重地说, 哎呀,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我想最后的这段日子, 让我体面一些好吗? 我的鼻腔开始流血, 他着急忙荒地为我止血, 然后突然站起来, 为什么不是坏人去死啊? 他开车带我回到蒙古包, 月明星西, 羊群的小羊都开始小气, 我打开手机, 看到了陆昂的短信, 他知道我的备用手机号, 那些短信如同神经错乱, 一会儿要和我分手, 一会儿又要求我不要离开, 不用想, 我都知道那都是段芝芝的手笔, 直到一串熟悉的号码, 突然映入眼帘, 我还是接了起来, 是哥哥, 他语气别扭, 却还是开口, 宁其, 芝芝是真的喜欢陆昂, 你可不可以? 我没等他说完话就立即答应, 哥, 我答应了, 我没有纠缠陆昂, 如果段芝芝有本事, 陆昂会是他的, 哥哥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身体的疼痛让我有气无力, 我小声地笑了, 哥哥, 你还记得吗? 爸爸还在的时候, 你总是背着我到处乱跑, 哥哥, 我把钱都给顾叔叔了, 他能不能把我的妈妈和哥哥还给我? 哥哥声音突然一惊, 琪琪, 你怎么了? 你在哪? 我突然释怀了, 我小声地说, 宁毅, 我把钱和慎, 还有男朋友都给断加了, 应该两清了吧, 妈妈不会再说我, 是不懂感恩的人了吧, 哥哥, 你还会生气我不心疼妹妹吗? 这一切都是他的了, 宁琪, 你在哪? 宁毅, 如果能选择, 我一点也不想当宁琪, 我挂掉电话, 身体的疼痛再次袭来, 我看着不远处在为元宝吃饭的许样, 不可以, 不可以让他再担心了, 我强撑着身体站起来, 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们, 但是我还是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我知道, 我的癌症早就开始转移全身, 甚至我身下一阵失凉, 尽管我很不愿意承认, 我尿失禁了, 癌症转移, 毫无力气, 失明, 尿失禁, 都令我的体面荡然无存, 徐昂进来, 为我换衣服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被我折磨得形如枯稿, 他面无表情地带着宁毅进了蒙古包, 宁毅眼圈红了, 甚至能看得到他眼边的乌青, 一看就是徐昂为我出气打的, 我愣了愣, 我真的没有其他东西再给断吱吱了, 宁毅, 你可不可以不要逼我了, 我连死都死得不能安生吗, 快要一米九的男人, 突然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小孩, 他又擦鼻涕, 又擦眼泪, 跪着一步一步来到床边, 琪琪, 哥哥带你回家吧, 我们回家治病好不好, 哥哥不会再去陪别人了, 你是我的亲妹妹, 我怎么会, 我推开他, 宁毅, 我求你离我远一点吧, 他伸出手想要触碰我, 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 他有些愣神, 又突然红着眼圈问我, 很疼吧, 是不是很疼, 琪琪, 和哥哥回家吧, 我突然开始崩溃, 这些天来的伪装, 终究变成了最猙獰的面孔, 我疯了一样地咒骂他, 宁毅, 我快要死了, 你来装什么好人, 如果真的当我是妹妹, 就别让我再看见你, 徐昂把他带了出去, 我才重新回归平静, 徐昂擦了擦眼睛, 他自己找来的, 我把他赶走, 你别动气了, 我不知道徐昂对宁毅说了什么, 反正他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日复一日的疼痛, 连指疼药都没有用武之地, 我咬着牙忍着剧痛, 只有徐昂离开蒙古包的时候, 才敢小声呼通, 元宝不再爱出去奔跑, 他更加黏我, 更爱守着我, 我忍着疼痛, 感受着全身每一个关节的酸胀男人, 还是起身陪着他去玩了一次飞盘, 我高高地扬起飞盘扔在很远的地方, 可元宝不为所动, 他只是趴在我身边, 抱着我的小腿, 我揉了揉他的头, 你想不想让妈妈开心, 去吧, 捡起来, 乖孩子, 元宝这才朝远处奔去, 但他还是一步一回头, 生怕我消失掉, 就这样吧, 元宝, 你要学会不再回头, 我骗徐阳说, 止疼要起了作用, 我可以慢慢站起来行走, 他这才开心起来, 他是真的相信我, 我的身体可能正在有好转的迹象, 宁义没有再来见我, 但我还是能看到蒙古包外, 常常会有很多零食, 还有营养品, 还有一套小时候我梦寐以求的芭比娃娃, 还记得那时候, 顾叔叔只买了一套, 四个娃娃, 我两个, 段芝芝两个, 但是段芝芝四个都喜欢, 妈妈二话不说, 将所有的娃娃, 放在了段芝芝的房间内, 她甚至当着顾叔叔的面术落我, 你顾叔叔供你们上学容易吗? 你还想玩娃娃? 以后有本事自己挣了钱自己买吧, 不要和芝芝去争。 徐样犹豫, 宁义, 或许是真的悔过, 要不, 我摇摇头, 哎呀, 就算她现在真心想要对我好, 也无济于事了, 我根本不需要了, 况且我也不想她活在愧疚的阴影里, 让她离开吧, 不要再来了, 就当我在很远的地方还好好活着。 徐样叹了口气, 没说什么, 陆昂的电话, 开始打到徐样的电话里, 徐样本就对她恨之入骨, 说话更是不留情面, 宁义没有告诉过他们我生病的消息, 因为我威胁她如果她告诉其他人, 带了其他人过来, 我这辈子不会原谅她。 陆昂在电话里听得出声音倦怠, 她哑着声音恳求, 徐样,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求你告诉我, 她在哪。 徐样冷笑, 怎么? 是段芝芝现在不缠着你了吗? 抑郁症加上从小身子弱, 偏偏还是阳光明媚的性格, 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急忙慌地心疼她呀? 陆昂顿了顿, 宁义一直都是很善良的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她一定要推开我, 她半年前, 甚至给她妹妹捐了一颗肾, 为什么现在这么容不得她? 我知道宁义委屈, 但是段芝芝抑郁症, 她很极端, 容易寻死, 我们总不可能看着她去死吧。 徐样, 她爱死就死去, 电话挂断以后, 我突然发现我再次失禁了, 我脸上的神色一定很难看, 徐样将我抱起来然后换床单, 为我换衣服, 我弱弱地开口, 阿样, 对不起啊, 我拖累你了。 她摇摇头, 你别这么说, 求你了, 琪琪, 你别这么说。 她为了让我放心, 会牵着元宝去牧羊, 还过着从前的日子, 她害怕我会多心, 我都知道。 我趁她们离开, 掏出了纸笔, 写下了遗言。 我实在没办法再忍受剧烈的疼痛了, 更不想在朋友面前拖累她, 更不想让自己的尊严, 一点一点被病魔吞噬。 她们应该有正常的生活。 遗书和我生病之前, 购买的保险单都放在一起。 最后, 还是不开车了吧, 会砸坏草地, 小草蓬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又何必被碾压呢? 我去挑了一匹马, 装上马鞍, 带着我早就准备好的导航仪, 去母亲河吧, 去阿尔古纳河。 我这一生, 从未感受过母爱, 就让我自私一回, 让我死在这里的母亲河吧。 我骑在马上, 摇摇晃晃。 我要快一些, 再快一些, 被徐扬知道以后, 他一定会带着元宝来找我的。 我站在岸边, 看着湍流的河水, 跳了进去。 液体灌入我的鼻腔, 我不挣扎地沉入河底。 我知道这一刻, 我终于解脱了。 徐扬发卖徐扬回到蒙古包的时候, 才发现宁齐不见踪影。 整齐的床铺 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 让他有些慌乱。 他的眼神, 这才看到枕头上放着的一摞纸。 是他的遗书, 还有他之前说过的保险单。 元宝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也开始慌乱。 遗书上写道, 对不起啊, 哎呀, 我实在忍受不了疼痛了。 我这一生从未感受过母爱, 就让我在母亲河了结我自己吧。 徐扬开着车带着元宝, 绕行了一条公路, 踩到了岸边。 一群牧民紧紧围着一小块地方, 徐扬的心此刻已经沉在骨子里。 他拨开人群, 看到的是面色苍白的宁齐。 草原上的警察调查了一番, 看到宁齐的遗书, 没再多说什么。 徐扬已经呆了, 元宝绕着宁齐的遗体, 着急地打转。 他突然想起宁齐刚来的时候, 把我的骨灰羊在这片草地吧, 来年的草原一定会更绿。 徐扬在牧民的帮助下, 为宁齐举行了小行的葬礼。 火光漫天的时候, 元宝封了一样的翔往火堆里跑, 徐扬抱着元宝泪如雨下, 这些天, 他的神经再次崩溃, 宁齐, 你混蛋。 宁齐带着宁齐爱吃的零食出现的时候, 他看到不远处的红光, 和一群牧民还有喇嘛。 他凑上钱, 看到徐扬抱着元宝痛哭流涕的时候, 他仍然在劝自己, 火光中的人一定不是他的妹妹。 他蹲在地上, 看着徐扬, 那是谁? 徐扬憎恨地看着宁齐, 那是谁? 那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宁齐, 你现在来赎罪不觉得太晚了吗? 宁齐愣了愣, 怎么会? 不会的, 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 宁齐疯了一样地想要冲进活海里, 却被一旁的牧民拦下。 火光灼烧尸体会发出响声, 那是皮肉和骨头断裂的声音, 徐扬的心如同被一万颗针扎了进去。 等火熄灭, 元宝也趴在草地上流泪, 他摸了摸元宝的头, 走上前去, 将宁齐的骨灰放进盒子里。 宁齐在一旁, 把他还给我好吗? 我带他回家。 徐扬智若网闻, 他自顾自地小心翼翼地, 一点一点将宁齐的骨灰收拢好, 然后看着宁齐, 宁齐, 你不配。 找了一个天气不错的时候, 日光晴朗, 羊群悠哉悠哉地吃着草, 徐扬智若将宁齐的一小撮骨灰, 放进了很小很小的琉璃小瓶, 做成了项链, 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他抚摸着小瓶子, 齐齐, 我们以后不会分开了。 他开车来到之前带宁齐来过的地方, 他将宁齐的骨灰小心翼翼地扬在了草原上。 宁齐一直跟着他, 直到看见风将宁齐的骨灰吹得漫天都是的时候, 他崩溃了, 他跪在徐扬面前, 徐扬, 求你让我带他回家。 徐扬突然冷笑, 宁齐, 他哪里还有家呀? 他的家不是你们亲手一点一点毁掉的吗? 段芝芝才是你的妹妹, 宁齐他根本不想和你, 扯上一丁点关系。 宁齐坐在地上, 徐扬说, 齐齐说过, 他希望被撒在这片草原, 来年的草地一定会更绿。 宁齐疯了一样地抢了一盆骨灰, 然后逃走。 徐扬愣了愣, 自言自语道, 宁齐, 他们都会有报应的, 来世不要再和他们做家人了。 宁齐翻外, 宁齐抱着那盆骨灰, 小心翼翼地放进, 他早就准备好的粉色骨灰盒里。 他自言自语地妈撒着那盒子, 齐齐, 你不是最喜欢粉色了吗? 哥哥带你回家。 但是他明白, 宁齐不会再喊他哥哥了。 他一直都觉得宁齐还是那个懂事的小女孩, 他喜欢的东西, 即便被妈妈拿来, 送给段芝芝, 他仍然一声不吭, 甚至不会掉眼泪。 到后来, 他甚至都觉得, 那些东西, 或许宁齐不是真的喜欢, 送给段芝芝也没关系的。 段芝芝嘴甜, 会抱着他的脖子撒娇, 也会讨母亲的欢心。 他亲眼见过, 顾叔叔的工作辛苦, 能够赚钱养兄妹三人很不容易, 他理解母亲的卑微和小心翼翼, 更理解母亲不停地对自己, 和宁齐说的那句要懂得感恩。 刚开始, 他是心疼宁齐的, 但久而久之, 看到性子愈加古怪的宁齐, 他没有多余的耐心去照料一个, 青春期敏感多疑的妹妹, 他想, 等他长大了一切都会好的。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变得和母亲一样。 宁齐考上了名校的时候, 他准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想要送给他, 在段芝芝说出那句, 哥哥, 这是你送给我的上大学的礼物吗? 他突然就点了点头, 他不是没有看到宁齐失望的眼神, 但他觉得没关系的, 以后还会再有。 宁齐宝言成功的时候, 他买了一台苹果十二送给他, 但是还没送到他的手里, 就又被段芝芝发现, 哥哥, 这是送给我的吗? 宁齐第一次拒绝段芝芝, 这是送给宁齐的, 他保言成功了。 段芝芝的眼圈红了, 突然大哭起来, 哥哥不爱我了, 只爱姐姐对不对? 他忽然又软下声音, 那送给你吧。 他明明看到宁齐就站在门后, 但他什么也没说。 想到这里, 宁齐觉得他自己太不是个东西, 他看到自己的手掌, 竟然还为了段芝芝掌乖了自己的亲妹妹。 他在飞机上泪如雨下, 所有的乘客都在看, 这个神情悲伤, 泪流满面的男人。 那个滂沱雨夜, 家里的人连同自己, 都在逼迫宁齐, 捐肾的那天晚上, 他的心该有多痛呢? 宁齐不敢想。 在婚礼前, 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跪在地上, 求把自己未来的丈夫让出去的时候, 他的心该有多痛呢? 宁齐不敢再想下去。 他闭上眼睛, 就是病房外宁齐那双, 满眼蓄满泪水的眼睛, 他不是没看见宁齐眼底的失望。 在宁齐说你放心, 陆昂是你的段芝芝的了那句话的时候, 他不是不想追上去, 只是他觉得, 以后好好补偿宁齐就好。 但是他不知道, 宁齐离开那天, 就没有以后了。 番外宁一回家之后, 母亲和段叔叔仍然在医院陪护段芝芝。 他开车去了医院, 陆昂坐在病房外, 还在给宁齐的手机打电话。 他顿了顿, 压着嗓子, 不用打了, 宁齐死了。 陆昂, 你说什么? 陆昂执拗地打了宁齐一拳, 又骂道, 你他妈说什么? 宁齐擦了擦唇脚的血说, 宁齐死了。 陆昂还想打架, 门突然被拉开。 母亲一脸不高兴, 宁齐, 你说你去找宁齐了, 宁齐人呢, 让他回来给段叔叔道歉, 那些前段叔叔会退给他的, 他也不用躲着我们, 说到底我们是一家人。 宁齐看着怒意冲冲的母亲, 突然心里产生了一阵恶意, 如果母亲知道宁齐死了, 会不会和自己一样崩溃呢? 他冷冷开口, 宁齐已经回来了, 但是他没办法一个人过来。 母亲果然更加怒火朝天, 断芝芝这时候跑过来搀扶着母亲, 妈妈, 你别生气, 姐姐可能只是生我的气吧。 宁齐突然露出一个极为古怪的笑容, 他的确不会来了, 因为他死了。 母亲皱了皱眉, 你疯了, 你怎么诅咒你自己的亲生妹妹? 一旁的陆昂突然慌乱起来, 他给徐昂打通了电话。 徐昂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 宁齐死后, 保险受益人填了几个人的名字, 过几天我会回去, 帮着处理。 他挂掉电话, 母亲还是不相信, 别逗我了。 断芝芝在一旁尖着嗓子, 哥哥, 你是和姐姐联合起来吓唬妈妈吗? 宁齐的目光落在断芝芝脸上,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芝芝, 你要好好保养身体, 你的身体里还有宁齐的一颗肾, 你别忘了。 宁齐只是来通知母亲宁齐的死讯。 虽然母亲半信半疑, 但还是跟着她回了家, 看到那粉色的骨灰盒的时候, 突然自言自语, 怎么会呢? 琪琪一直很懂事, 很听话的, 她的身体也一直都很健康, 捐肾的时候体检过的, 没问题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徐扬开车带着元宝, 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她进了宁齐的家门, 她的房间狭小又阴暗, 是用厨房格出来的, 反观断芝芝的房间, 朝南温暖, 有粉色的公主床和白色的围蔓, 真像是公主的房间啊。 徐扬对宁齐的母亲的比试更加多了, 宁齐的母亲仍然不肯相信宁齐已经去世, 直到保险工作人员, 还有徐扬掏出遗书和死亡证明的时候, 她才呆呆地蹲坐在地上, 而她所谓的继父, 倒是神情淡漠, 陆昂红着眼睛, 连元宝都不愿意凑到她身边去。 保险员缓缓开口, 宁齐女士两年前购买了这份保险, 受益人填写了母亲和哥哥, 还有徐扬女士以及陆昂先生, 现在宁齐女士已经去世, 赔偿金额会按照合同, 来如期打到各位的账户上。 宁齐的母亲在看到遗书的时候, 突然崩溃大哭, 毕竟遗书寥寥数笔, 却字字诛心。 遗书中一句也没有提起她和宁毅。 徐扬离开前, 陆昂求她将遗书留给她。 徐扬答应了, 如果每日能够让他们受到弯心之痛, 也不枉宁齐临终前那么凄苦。 徐扬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便又带着元宝回了草原。 他在陪元宝玩飞盘的时候, 突然想起那些日子, 宁齐蹲在蒙古包边, 一遍又一遍地教元宝不要回头。 他终于控制不住, 发出震天的哭喊。 宁齐, 你让所有人都不要回头看你, 不要想起你, 可怎么能不想起你? 听说宁齐的母亲, 精神恍惚了一阵子后, 终究还是选择与顾叔叔离婚。 而段芝芝并不觉得, 自己抢走了属于宁齐的东西, 甚至在宁齐的母亲搬走前, 她得意洋洋地看着他们, 我爸爸娶你, 不就是来照顾我的吗? 现在你女儿死了, 你更能全心全意照顾我了, 我的好妈妈。 宁齐的母亲终于幡然醒悟, 这些年被她数落的白眼狼, 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自己如猪如宝捧了二十年的妓女, 她不敢去想在女儿临死前, 她都做了一些什么。 她开始睡不着觉, 变得愈发苍老, 每天都在呢喃, 齐气, 齐气, 来看看妈妈好不好。 妈妈给你买你最爱的娃娃, 妈妈给你装扮公主房间, 好不好。 而陆昂去了乡村之教, 不见踪影。 宁齐成了三甲医院的医生, 她每天都会去盯着段芝芝。 直到段芝芝忍无可忍, 你已经不是我哥哥了,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宁齐冷冷地盯着她, 因为你身体里还有我妹妹的一颗肾呢。 但这些赎罪都来得太晚了。 太晚了? 亲爱的阿样, 对不起, 在我临终前仍然拖累了你一个多月, 我无法容忍自己的尊严被病魔吞噬, 也不想你沉浸在洗不完的床单和裤子中, 你本就向往自由才去了草原, 可我仍然自私地去投奔你。 我本想自己死得远一点, 但在临出发前看到了草原, 看到了母亲河, 想起了你。 我这一生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母亲的慈爱和兄长的护短, 但我却独独得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友谊。 保险的受益人, 还有我留下的一张卡, 统统留给你, 因为还有一些事情, 要麻烦你。 元宝, 是我养了四年的小狗, 我在宠物店路过, 它在橱窗里跳着吸引我的注意。 再然后, 店主告诉我, 这只小狗品相不好, 半价出售。 我就把它抱回了家, 它陪了我很久, 很懂事, 不拆家, 只是贪吃, 不爱吃狗粮, 只爱吃我给它做的营养狗饭。 现在, 我把它交给你。 狗饭的配方, 我写在另一张纸条上了。 请你好好照顾它, 草原很自艺, 它会很自由。 还有希望, 你不要为我难过, 也不要因为我感到悲伤。 另外, 如果陆昂来找你, 请告诉他, 我们没有结婚证的约束, 他还是完完整整的自由人。 不要被道德谴责, 而不去寻求人生的其他方向。 我本就病重, 却还是想自私地和他办一场婚礼。 但人生总有缺憾, 我并不感到遗憾。 哎呀, 请代替我, 自由地活着吧。 不要为我难过。 母亲河的河水或许是温暖的, 希望有来生, 我不再碰见从前的家人, 能有爱我的父母和疼我的兄长。 哎呀, 不要哭。 没有被的人生产的, 我还要我知道 。 我 acceptance要误气, 感谢观看